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亮哥 今天给大家和我介绍的是 在2021年进行的第14届全文会 男团十米跳台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和我介绍的主角 就是周围来自我国的杨健 或许在本届冬天奥运会上 杨健留下了遗憾 不过又是这样的不够完美 或许才会激发杨健的钱呢 本场比赛 杨健的最大基本对手 就是来自山东的炼俊杰 炼俊杰曾获得跳水四锦赛 男子十米跳台冠军等等 可以说这样年龄才只有20岁的炼俊杰 也是我国跳水懒懒生起的新星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的时候 炼俊杰在第一跳的时候表现一半 这一跳炼俊杰只得到76.80分 占据第三的位置 而杨健在第一跳的时候 就有着出色的表现 这一跳杨健得到了86.70分的高峰 占据第一的位置 在第二跳的时候 杨健依旧还是高质量完成 这一跳杨健得到了84分的高峰 继续临跑 不过在第三跳的时候 炼俊杰似乎找到了状态 这一跳炼俊杰得到了89.10分的高峰 占据第二位 杨健在第三跳的时候 表现得中规中矩 这一跳杨健得到了82.25分 继续占据第一的位置 在第四跳的时候 炼俊杰进入佳境 这一跳炼俊杰出色完成 这一跳炼俊杰得到了91.10分的高峰 不过杨健在第四跳的时候 并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这一跳杨健得到了91.20分的高峰 继续巩伏自己第一的位置 结果在第五跳的时候 炼俊杰就爆发了 这一跳炼俊杰得到了99.90分的高峰 逆爪占据第一的位置 而杨健的第五跳完成的只能算中的 这一跳杨健只得到86.40分 排名下滑到第二位 前五轮结束 炼俊杰领先第二的 杨健进入五分占据板手 二者将悬念留在了最后一跳 在最后一跳中 炼俊杰完成的也是可却可点到 这一跳炼俊杰得到92.25分的高峰 继续占据第一的位置 结果杨健在最后一跳中 拿出了难度系数高达4.1的109B 结果这一跳杨健完美完成 这一跳杨健得到了110.70分的全场最高峰 最终杨健以总峰541.25分逆转获得第一 而炼俊杰落后近14分或者第二 全场一共6跳 杨健就为我们奉献了精彩而又稳健的高峰跳战 从前五跳结束还处在落后的位置 再到最后一跳的强势爆发 征服裁判打出了全场最高峰 只能说杨健真是好样的到 也期待杨健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下驴赛事由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